当地时间7月3日,韩国媒体报告 2日,韩国著名男演员朴宝剑和女演员朴素丹出演的TVN电视剧《青春记录》的独剧本现场公开 本剧将于9月份首播,这是朴宝剑在入伍前的最后一部电视剧 讲述不因现实生活的残酷而绝望,梦想成为明星的每个人的青春故事 当天,朴宝剑身穿白色杏领毛衣,学院派装扮十分可爱 很多人对朴宝剑的印象还是停留在1988的乃泽的时候 现在阿泽虽然已经长大一点,但27岁的他嫁于学院封衣服是毫无为何感 再加上他的标志性笑容,又暖又治愈 朴宝剑阳光大男孩的笑容是他的杀手锏 在片场,他开怀大笑的时候,妹子们都致闭分离了 朴宝剑所属经纪公司已经公布了他8月31日将入伍的消息 他的上一部电视剧是与宋慧桥搭档主演的TVN浪漫爱情剧《男朋友》 他与宋慧桥的年下CP组为该剧创下TVN水幕剧最高首播收视 值得一提的是,《男朋友》的导演正是现在金秀贤、徐瑞芝的热播剧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的导演 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唯美风 据悉,朴宝剑目前正在与孔佑、汤维、裴秀志等一线大咖拍摄电影《Wonderline》 这也是汤维老公金泰勇继《晚秋十年》以来首部导演作品《值得期待》 女主朴苏丹是奥斯卡四下大将得主寄生虫的主演之一 朴苏丹继2016年与丁一宇、安仔贤主演TVN电视剧《灰姑娘与四期事后》 再次接演电视剧 近几年,朴苏丹一直活跃在电影圈,成绩亮眼 通过《鸡生虫》更是打开了国际电影的大门 这次接演《青春记录》让大家很是期待 她在小荧幕的后续表现 因为她清新脱俗的长相 更是经常被粉丝和媒体与金高银相比较 巧的是,朴宝剑与金高银在2015年合作过电影《中国城》 多得了国内外多项大奖 不知道这次与朴苏丹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这两位都是电影圈、电视圈表现得相当出彩的 有颜值、有实力的演员 希望9月播出的时候,两位能够创造收视新高 接下来我们来说 《鱼万人》打出8.7分 金秀贤新作归来,冲韩剧一歌 单集片酬二亿韩元 7年前,她和全智贤主演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曾经在亚洲兴起一股收视和热议狂潮 如今归来,杜教授人气依旧 TVN和网飞联合制作的最新韩剧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这个名字看着就与众不同 播出两集在韩国两天都是收费平台的收视冠军 豆瓣开分9.1 目前已有13000多观众给出了8.7分 这还是一部创下韩国男星片酬记录的电视剧 金秀贤拍这部剧 每集片酬高达2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大约120万 正式归来冲上韩剧一歌 同样是高人气男星 之前李敏昊拍《国王永远的君主》 是每集片酬1亿韩元 宋仲基拍《阿斯达年代季》 每集片酬是1.8亿韩元 玄冰每集片酬大约是1.5亿至1.7亿韩元不等 顺便说一下 心里女主角全智贤的片酬也很客观 《王国》第二季最后一集复出归来 据悉单集片酬高达1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大约60万 片酬也从一定角度反映了金秀贤的超高人气 但并不仅限于此 豆瓣俄组有一个关于金秀贤的百万讨论量高楼 帖子的标题 跟随金秀贤的作品播出和日常动态 变成不同的宣传位来广而告之 粉丝们经常在楼里跟贴聊天 甚至定时打卡来表达爱意 现在新举开播 讨论量已经超110万了 在热门话题转瞬即逝的网络论坛中 有这样的一座有百万讨论量的网帖 算上是一大奇观 早就被其他网友拿来感叹过 主演过《来自星星的你》 《拥抱太阳的月亮》 《严密而伟大》等大爆影视作品 金秀贤的实力和人气毋庸置疑 这座2014年至今依旧活跃的八足最高楼 也能反映出在2019年结束兵役后 金秀贤人气已久强大 退伍后的金秀贤 之前在德鲁纳酒店和爱的破降中 有过特别出演 尤其是在爱的破降中 他以傻瓜特工的形象再度出现 几乎是百分之百 复刻了当初在电影《严密而伟大》中的样子 除去节色客串 这部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是金秀贤作为男主角 重返电视圈交上的第一份作品 虽说好久不见 但金秀贤状态依旧 还是大家熟悉的帅气模样 导演也是深谙女性观众们的心思 第一集就来了穿衣袖被帅腹肌特写 多个让人铁平的大镜头 绝对满足观众的铁平需求 网友们自然也是为美色折腰 祸害过我高三的男人又回来了 金秀贤还是哪个金秀贤 剧中的形象也让网友很是满意 这次回归之作 首先曾颜值和身材上继续征服观众 但并非只有颜值表象 金秀贤的挑剧眼光依旧在线 新作质量和演员实力同样不俗 播出两集都是收视冠军 高评分也说明一切 之前无论是来自星星的你中的 深情的超能力外星人都教授 拥抱太阳的月亮中的君王李轩 隐秘而为大中的双面间谍 袁刘焕 金秀贤已塑造出不少性格各异的经典形象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中的他 尝试的是一个全新类型角色 扮演精神病院护工闻上太 父母双亡和自闭症的哥哥相依吻命 因为要照顾自闭症哥哥 并因为哥哥在母亲死亡事故中出现的阴影 每年都会定期出现 男主角不得不经常更换驻地和工作 这部剧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 关注到精神病院的护工和患者群体 不是单纯的偶像 也同时体现了人文关怀 家中有哥哥需要耐心 工作上面对精神病院的患者 更是要细心呵护 他不仅要忍受病人的无理取闹 甚至有时候还会自己挂菜 时刻都要保持紧绷状态的闻上太 看上去温柔且坚强 但也有着自己的脆弱一面 由徐瑞芝饰演的女主角高文英 是一名儿童维续作家 多部作品唱《湘海内外》 但女主的职业看似充满童心和阳光 实则却是走的暗黑童话风格 高文英自小孤独 且童年差点被父亲掐死 留下深刻阴影 成名后心事高调浮夸 傲慢无礼 内心是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 暗黑魔女 女主角初登场就让人充分感受到了 魔女的气场和诡异的行事风格 初登场的作家在高档餐厅享用美食 为了品尝鲜血的滋味 选择三分熟的牛排 生活中喜欢一切可以滑破流血的刀具 喜欢这家餐厅也是因为喜欢这里的餐刀 甚至在滑破手之后 开心地将刀直接带走 丝毫不顾餐厅人员的眼光 偶遇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公主的小读者 却在合照时在小女孩耳旁小声说 你不是真的粉丝 美丽的不是公主 而是魔女 把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 温柔男护工加暗暗黑女作家 这么性格互补的男女主角色设定 也是极富张力 虽说两人都有着受伤的童年阴影 但剧情进展并非现象中的压抑之于戏 甚至有时候有些戏剧性的笑点 女主角到男主医院为儿童患者读童话 却在经验区堂而皇之的抽烟 引人侧目 护工男主前来制止其行为 阳光正好 银花烂漫 男女主初见乍看有些浪漫 一向不安套路出牌的女主 也受环境凹对方颜值影响 说出这就是命运 如此韩国偶像剧的经典台词 但观众还没来得及大呼浪漫 女主就把烟丢在男主的咖啡杯里 飘飘然离开了 只留下金秀贤同学 一个人祈祷把纸杯捏成一团 女A男欧的设定 自然也少不了两者之间 激起化学反应的互动 女主各种挑逗男主 以及对方呆萌或者愤怒的反应 都让人感到张力满满 CP感这不就有了 这一幕依稀七年前心里重 一开始女强男呆萌的模式 但观众就是吃这一套啊 看似无交集的两个人 因为自闭症哥哥 是作家的粉丝而逐渐产生纠葛 女主角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 发现其哥哥是自闭症 男主角也在歼二连三的相遇中 发现对方和自己小时候喜欢过 也被其惊吓过的一个患有人格障碍的女孩 有些相似 后续 男主角将回到给自己带来生活烟影的家乡 并在女主父亲所在医院工作 可以演发双方伤痛回忆的故地 喜欢女主角的自闭症哥哥 曾经差点掐死女儿的女主爸爸 这一系列元素汇集 又会展开怎样的魔女故事 让人很是期待 除了剧情发展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的镜头语言 和转场设计也是一大亮点 第一集就以哥特风格的童话故事开场 让人迅速入戏 而这段童话既是女主的作品呈现 也映射了男女主角两人的成长历程 而且和男主回忆中的真实童年画面相呼应 医院中的暴食患者抱着金锈剑呕吐 画面随着呕吐动作不断切换 虽然观众没有看到呕吐物 但是也在欢快的气氛下 感受到了患者暴食的夸张 以及男主角工作不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男女主面对面的镜头都很有美感 不同光感不同场景下的相对而立 都给人以不同的感觉 可以说是真真必指的节奏了 高收视率高人气高分 创新的故事主题不俗的演出 富有美感和技巧的剪辑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再次证明了金锈贤的魅力 美极片酬二亿含元 去问你值不值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